报报 几套摄政王 奴才奉正亲王与御亲王所拆 给您送来辽息急报 北直立提督张之吉 率领山海关精锐突然杀入关外 五天的时间 连下前臀 高抬 以及宁元三座要塞 如今冰封直指紧咒 什么 混账 苏莫雷这个废物 废物 来人 六百里加急 传职 叫苏莫雷直接羁押 带回圣经销售失重 严令阿巴泰全力反攻 给他半个月的时间 夺回宁元与前臀高抬 用回圣经了 摄政王 那个张之吉 我跟多多跟他打过交道 这个人号称朱次郎挥下第一 无人能及 不管是卢太行还是常义林 都无法取代他在朱次郎心中的位置 要不然也不会被朱次郎放在山海关 代替吴三桂 主持山海关的防务 防御我们满洲大军了 巴巴泰紧仅带着一个正南起 莫说夺回宁元了 只怕能够自保 都是妖天之性了呀 这个张之吉 真的有这么厉害 摄政王 那个常义林虽然勇冠三军 武艺不在傲败之下 可是终究是一个匹夫 只有血气之勇 不足为惧 这卢太行虽然厉害 可是在当初胡跑修一战 多多也没有落入下方 可是这个张之吉 不管是我还是多多 都没有胜过他的把握 阿巴泰 算了吧 更何况 正南起也不是我们八级精锐力量 只怕是胜负难料啊 一旦阿巴泰失败 锦州也丢了 那我们可就真的要腹背受敌了 那要怎么办 如今我们两个在这里进攻匹岛 根本就抽不开身 多多作证圣经 说是他也离开了金城 一旦朝堂发生变故 我们可是措手不及 王爷 依末将看 我们还是从铁山军撤兵的好啊 现在虽然我们兵强马壮 匹岛之上不过三万明军 可是我们吃亏在水师不行啊 末将无能 高丽水师根本不是明军水师的对手 现在我们又缺乏大型的运兵船 强行出战 我们还会像上次进攻一样 进攻匹岛的时候遭遇到猛烈的反击 还要面临冥军水师的凶猛炮击 绝对会伤亡惨重的呀 退兵 怎么 金城温 你这是怕了 贪生怕死 那就别做我满洲的臣子 王爷 不是末将贪生怕死啊 只是 我们死也要死的有价值啊 现在我们的水师战力明显处于劣势 跨海作战 对于我们来说太过凶险了 您携带的可都是香黄旗两白旗的精锐啊 万一真的在大海上遭遇不测 这对于满洲来说可是要动摇根基的呀 船领吧 命人前往汉城 告诉高丽王 高丽水师暂时解用 带到千明明军水师之后归还 从金城温为顺义王满洲水师提督 即日起在荆州筹建水师港口 招募工匠 独造战船 金城温 给你三年时间 不惜一切代价 给本王打造出一只海上的无敌之石来 什么 多尔棍 跟阿基格跑了 嘿 老了的原本想要跟阿基格 再分一个高下 直接将他给斩拦呢 谁称想这个小子这么怂抱 直接跑路了 没有什么奇怪的 他多尔棍不跑才怪的 多尔棍没有足够的战船 保护满洲精锐进攻皮岛 一旦派出大军 那最后一旦败北 就会给满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甚至可能一决不正 这是多尔棍投鼠机器的原因 第二 现在张之急在辽西 只怕也已经动手了 相比之下 皮岛不过是大丸之地 虽然可以牵制满洲 但是绝对不像辽西那般 那可是关乎着 大明与满洲势力的死消鼻掌 托尔棍 绝对不敢堵这一把的 皇上 只怕不太可能吧 自从您下旨到现在 也不过过去了十多天的时间 知己将军虽然阻止多谋 可是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在关外将满洲打得落花流水 那也是不可能的 毕竟从前屯到高台 再到宁远跟锦州 可是驻扎着满洲不少的兵力呢 即便是知己将军再厉害 恐怕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人家给打得朝野震动 最后逼得多尔棍 不得不退兵回援吧 朕也不知道 朕只是让张之奇兵出山海关 侧应我们用兵 牵制满洲的主力 而且 既然是侧应 张之奇应该不会派出主力的 兵力不会太多 毕竟给他准备的时间有限 想要在短时间内 调集足够的粮草兵器弹药 绝非易事 可是除了这两点 朕也实在想不出多尔棍退兵的原因了 皇上 那 那我们怎么办 要不 陈帅领着大军 多人滚的老巢 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放屁 打得胜兵去 张之奇挥下一共才多少兵力 哪怕是将密云 昌平跟几州的兵力 全部集结起来 也不过七万人而已 即便是你将金银跟通州镇都带过去 也不过十万人而已 我们什么都没准备 粮草弹药都不齐备 这场上时间一长 我们就后起乏力 必输无疑 定国 你率领一碗通州镇兵旗 先行乘船返回天津 进驻山海关 一旦辽西有变 直接出兵 侧引张之急 我们不求击败满洲八旗 只需要维持住战场军事几客 臣 遵旨 皇上 那 那我呢 我怎么办 你 放心 会让你过瘾的 统领金银不齐 跟吕成一同行动 杀入高丽 朕一定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 进攻高丽 皇上 如今我们和满洲打仗在即 正是需要集中精力之时 此时强攻高丽 输费上策 怕什么 就凭县子的高丽兵被松弛 哪里进得住我们的进攻 所以两次出兵帮助满洲进攻批倒 就是因为我们对高丽太仁慈了 若是放任他们不管 之后民满再度决战 高丽还会在旁边给我们捣乱 俗话说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朕就是要趁着满洲将兵力都带去了辽西 一举将高丽打扶打怕 打到他们再也不给大名作对 打到他们听到大名的名字 就吓得尿裤子 对 这次 我就是要让高丽知道 铁拳的滋味 老子一定要将他们的老窝给端了 既然如此 那就这么决定了 朕给你一万五千步骑 加上火炮营跟火枪营 随你行动 如今高丽水师已经被我们击毁 李称 留下长兵保护皮岛 让沈天畅 率领一支兵力保护李定国 返回天津府 皇上 那您呢 朕 朕继续南下 巡视江南 常义林 皇上 您还有什么吩咐 记住了 在高丽不要恋战 速战速军 打完之后 不必在高丽停留 率领大军直接返回京城 帮助李延 哪个敢在朝堂上 给你一眼捣乱 你自己知道怎么办 皇上 放心 臣也不是出手过一次两次 别人不敢 朕还不在乎 不管是千千亿 还是尼元路 臣绝对将他们 走个半死 那个千千亿不吵鸟 揍了也就揍了 尼元路为人刚正不恶 乃是正人君子 你可不要胡来 李成 给朕准备船只 朕要返回登州